我跟你講任何一個國家 它的外館它都有一套計畫 這個計畫就是撤僑計畫 還有就是說 戶僑計畫撤僑計畫 這是任 我以前在外館服務 我們這個都是都有的 而且隨時要拿來更新 就是update update 因為你一定要預先規劃 比如說你到時候 這個撤離的路線 然後呢 你要找哪些單位幫忙 你要透過哪些管道幫忙 這些透過的單位跟人民 你都要隨時update 因為人會變 所以我們有一套很詳細的計畫 那以美國來講的話 更重視這一點 我只是懷疑 他說這8萬美國公民 我看美國要再相查一下 你說不止8萬 對到時候都拿著美國護照 找美國大使館的時候 美國就頭痛 你只要拿著美國護照的人 美國都要把他 都算美國公民 美國政府都要做出負責人的表現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美國在台灣的公民 不止其數 民進黨黨員裡面 搞不好 家本人 親朋 本人大概少一點 親朋 有美國護照 那大有人在 對 所以 當然了 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風吹草動呢 因為 他們現在都在積極 甚至想要演練 那還有部分 他要跟你這個 你這個蔡英文當局 要做好 做好 做好怎麼樣 做好配套 對我這個計畫 你到時候你怎麼配合 對不對 那美國一定很簡單 美國現在撤在台撤僑的 他有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你知道 就是說台灣是海島 你到時候你撤僑 你怎麼撤 因為中國大陸 只能搭飛機 中國大陸是閃電攻擊 他會告訴你 我今天要攻擊 對不對 噼哩花啦 就給你整個圍起來了 你美國敢派軍隊 軍艦 這個時候到台灣的任何港口 你不可能 美國軍機敢在台灣的 在台灣的機場降落 對 所以這個問題真的是 他們現在滿頭痛 也不斷的在怎麼樣 用實際的這個狀況 再回過了 再檢討 他既有的整個的 這個撤僑計劃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日本啊 菲律賓啊 日本是在國會公開討論的 政府是公開在說的 他最早開始擬定各式各樣去撤僑計劃 為什麼呢 就是台海兵充戰危啊 這個是 這個是別人都這樣認為的 只有民進黨的政府 把台灣老百姓洗腦說 都沒有事情啊 他也認為台海很危險 所以才要買更多的武器啊 他有說很危險嘛 不危險買什麼武器 對啊 蔡英 那個賴清德還要去找 找習大大吃飯 對不對 他在這個時候搞成這種局面 他還想人家會見他嗎 所以不是有媒體上就說賴清德是活在哪一個時空啊 對啊 中共同犯人啊 他在活在哪其實他不是不知道 他就是要安撫台灣的民眾 所以呢他們某種程度上 我也是美國逼的啦 美國逼著你做這個做這個做那個 對他選舉的不利 兩岸搞得兵修戰衛啊 民進黨啊 再叫抗中保台 老百姓都不會投票給他 搞成這個局面就是你搞的 搞得大家在台灣啊 準備啊過戰史啊 準備啊 槍林彈雨了 你這個政府搞什麼 對 兩岸關係在壞 也維持了70年之間的啊 和平相處 怎麼你們這些人上台搞成這個樣子 美國沒錯 美國要用台灣做工具 你為什麼不反抗呢 你為什麼什麼都可以呢 裴洛西來搞得我們這個 被圍台公演 海峽中線也沒有了 蔡英文有說要負責嗎 你當時為什麼不拒絕裴洛西呢 對啊 接著在這個洛杉磯 又要跟那個麥卡錫見面 幹嘛啊 你是別人要見你 要來台灣 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不考慮一下 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 安全啊 完全不考慮 現在跟著美國 一起抗中保美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就是跟著美國抗中保美嘛 那你 你 你到底是 你今天 你是為美國利益服務 還是為台灣利益服務嘛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些制定撤離計畫 根本就是這些國家已經非常清楚了 台海之間 非常的危險 然後如果美國心中有一個計畫的話 我什麼時候把你這個 所有的把它 就把你這個點燃你這個之間的衝突的話 那他當然他要加快加速這個計畫 加速這個計畫 而且這一種消息的走路 基本上也在先預警這一些美國在台的僑民 就說你們自己衡量一下 先走吧 不要到時候 我來不及 不是我來不及 增加我工作份量 最好先告訴你 我先透露一下 你們自己釋放出很危險的訊息 要離開的人請先離開 要離開 這個是一種方式啊 他不必等到說 哎呀 台海兵凶站圍 我現在三級警戒 請你們大家 不要去台灣 他先不這樣做 這種訊息的透露 就已經告訴一些老美 你說自己衡量一下吧 對啊 好當然 這個台海之間的這個緊張局勢 剛才這個介大使提到了 裴洛西跟麥卡錫的兩個事件當中 其實可以看到台海的局勢 出現了一些新的常態 包括海峽中線的這個模糊化的議題 然後在麥卡錫的時候 中國大陸宣布海警要針對 這個台灣海峽的船隻 進行一些檢查 這是另外一個新的狀況 所以中國海警的實力 在這個時間點也被大家拿出來討論 就是說其實中國的這一個海警的實力 在這幾年是增加的 增強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未來在海上維持秩序 不一定是軍隊 可能是海警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美國人每次講這種題目 我就覺得很瘋刺 你知道美國也有一個US Coast Guard 海岸巡防隊 他就海岸巡防隊 可他常常跑到太平洋這邊來巡防 知不知道 他的海岸比較大 他會跑到日本去 跑到這個菲律賓來 那你有沒有美國在那邊有Coast 所以我常常覺得慢瘋刺 這個常常是 這個好像是New York Times 還是Wall Street Journal的報導 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自我中心主義 就是說自己沒有先 搞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就指責別人 其實一個國家發展海警 這種所謂的Coast Guard 其實是文明執法的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你難道所有的執法都要軍艦來執法嗎 就戰爭邊緣 戰爭邊緣 當然你要有Coast Guard 這種照國際反應的公約 臨岸國 基本上 沿岸國它上外延伸十二海里 是屬於臨海 臨海之內一切比照 這個領土 這個沿岸國有完整的主權 就百分之百的主權 就是國家 這個國家的領土的 就是說 等於說它的國土的一部分 對 十二海里再往外延十二海里 就是所謂的臨街區 那這個臨街區呢 沿岸國它有什麼權利 有行政管轄權 也就是說它可以為了這個貿易 為了這個環保 為了治安 為了這些事情 它可以執行 可以執法 這個它有合法的執法權 那比如說走私的船隻 那在這個區域的話 當然你進入的臨海 完全屬於沿岸國家的管轄 可是在臨街區的話 你因為走私的行為 或者說非法捕魚好了 你用這種 這種違反環保的這種 第二個你就說 侵到這種海洋污染物 那就是說環保的原因 或者說治安 有人在這個地方 從事這種海盜行為 或者怎麼樣 那這個沿岸國家 它有行政權利 那行政權利的話 基本上的話 你要用 軍艦來處理 還是用 海警來處理 當然用海警來處理 這可以降低戰爭發生的風險 對對對 這個是一個比較 比較 比較這個 什麼樣 橫平的手段 所以發展海警 其實是一個正面的一個訊號 那中國海警 基本上就是說 為什麼被美國人 基本上拿出來做題目呢 就前一陣子 他們說 中國的海警 進入了釣魚台水域 十二海里以內 因為照日本來講說 釣魚台是它的 就中國大陸來講 釣魚台是與中國的 對 中國的海警船 到十二海里埋行公務 那中國角度上 天經地義 對啊 可是 日本認為是什麼 日本認為是 這個好 侵犯它 領土了 那可是 問題就變成這個 本來中國的海警船 並沒有進入到釣魚台水域 去保 就是說 去執行公務 保障國土 領土領海安全 什麼時候開始 你知道 就是日本 安倍政權 把釣魚台過有化開始 本來 中國大陸跟日本一人在講 我們跟各自爭議 共同開發 不要再做改變現狀的任何事情 是日本安倍 故意要炒作 這個釣魚台的領土爭議 為了什麼 他基本上就是要 想要修改日本憲法 挑起日中之間的 一個軍事緊張關係 那從日本開始搞 這個釣魚台國有化之後呢 中國大陸的 二話不說 海警團幾乎365天 除了颱風或者風浪過大以外 幾乎每天進入 釣魚台海域 進行常態化巡邏 保在巡邏 中國領土跟領海的安全 所以這個老早就 老早就 日本每天公布 每個月公布一個資料 結果這個月海警船 他來了幾次 來了多少次 進入到什麼 這老早就有了 可是現在呢 為什麼美國的這個 美國的這個 媒體又爆 這個中國海警船 其實中國海警船 老早就 老早就已經 那 只是它實力非常強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實力非常的強大 那美國感覺到壓力 那可是海警船 基本上 它的作為的話 就是說我在保障我的領土 我在保 維持我的領土的這種 各方面的權益 它是行政執法 行政執法 那包括在南海的 增益島礁 對 包括在 增益冰也出現了 黃岩島 這些地方 中國大陸 以中國大陸的立場 這都是我的國 領土領海 另外還有什麼 我的經濟海域 經濟海域是從 沿岸國的沿岸 開始向外延伸 200海里 那你這些外國漁船 都在我這邊偷魚 在我下面 這些 這個開發我的 這個大陸交 這個大陸交層裡面的資源 那當然要去執法 那你不會派軍艦 當然要靠這個 這個這個 而中國大陸的話 基本上 領邦又非常的多 又有比較爭議的水域 它 我覺得發展海警 是一個比較 負責任跟文明的做法 而不是什麼事情 都要有海軍去解決 所以 我不曉得美國人的立場是什麼 不過 我想 美國應該要解釋一下 他的 Coast Guard 怎麼會跑到亞太來 跑到 跑到菲律賓 跑到日本來 指什麼法 美國在這邊有海岸嗎 對 中國大陸 海警船有跑到 有跑出中國的海域嗎 沒有吧 沒有吧 所以 不在你艦隊的大小 而在你的 執行公務的範圍 跟執行公務的 那麼 方式